重力位能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重力所产生的位能 因为重力所产生的位能 在不同的垂直高度上 它就有不同能量 位能是因为位置产生的能量 重力位能指的是垂直的位置 垂直高度不同位能就不同 它会跟质量有关 以及垂直高度差有关 我讲的是高度差 等一下会告诉你为什么 那么所以正确的写法应该写的是 ΔU未能变化 等于MGΔH ΔU表示高度差 高度差变化 不过你们通常都是背MGH 但是实际上它讲的是高度差 它算的是未能的变化 它算的是未能的变化 那么一样 M的质量叫公斤 G就是重力加速度的大小M公尺秒平方 公尺秒平方 然后是正常9.8 H是垂直高度它的公尺 所以这样算也叫做交额 所以叫做U等MGH 也一样 考试题目就直接带公式 就算出重力未能差 那在会考它通常考的就是说 同样的东西高度越高未能越大 同样的高度质量越大未能越大 就了解都可以了 那么U等于MGH高度差 那为什么我会讲一个叫做高度差这东西呢 因为未能没有绝对的零 未能没有绝对的零 零是随便取的 我现在站在二楼 然后我现在离地板两公尺 你去上未能MGH两公尺 那是这个地板 我以这个地板当作是零 可是对一楼而言 这个不是零啊 这一楼就不是零啊 我换到了一楼做实验 那地楼地板是零 它高度两公尺 所以它没有绝对的零 零是我随便取的 因此我刚才讲说 我算的是未能差 未能差 我以地板为零 那差多少 然后我这个地板为零 我二楼地板跟一楼地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任意指定的地方当作零 然后定出来 所以它算的其实是未能差 不过你们通常也没有仔细的去分辨 就直接被公示MGH 好 那我们重力未能 通常取实验的最低点 好 刚才讲过我在二楼做实验 二楼地板当最低点 你在做单摆实验的时候 单摆摆下来 那个点到最低点 那边当作我的未能是零 或者是你 方取最低点当作未能 你然后去做一些计算 那么所以就问一个简单小问题 中午的时候把十公斤的餐盒 从一楼抬到三楼 三楼地板离一楼六公尺高 那餐盒增加了作为未能 所以增加就是因为改变 变化 变化 增加了多少 好 就一样U的MGH 正确的写是Delta U的MGH 调改变了增加了 所以质量叫做十公斤 机质叫九点八 高度差叫六公尺 所以算算是五百八十八胶 简单小问题 OK 红理 请问你五公斤 排高两公尺 增加重力为人多少 一样直接带公尺就好 直接带公尺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别 就直接带就够了 来 打开小女生 小女生叫做No.5 霹雳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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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再发呆了 你又要站起来跟我说 你不会 你直接带公尺也不会吗 MGH两个几个乘完 你也不会 怎么可能呢 小学没有 小学也不会学过 没有不会惩罚 你做 直接带公尺就好了 公尺叫做什么 U等于MGH 质量多少 5公斤 机质多少 9.8 购入多少 两公尺 所以五乘9.8乘以2 五二是10 四应该叫98 所以答案就98交了 就解决了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小问题 有算动的人就带1分1mV平方 算动的人就带U等于MGH 然后呢 有个题目根本不要算 只是问你说质量大 会比较大 你再想高度高度 你再大 你再想就可以了 就解决掉了 就是我们给各位 简单的介绍一下胃能 可以吗 可以